大家好,2020年,11月23号,别的时间下午 我下午为什么下午一点多能做视频呢? 因为6点就开始看球了,北京时间,18点开始看球了 歇一会儿,1点又有球了,再歇一会儿,0点又有球了 再歇一会儿,凌晨3点又有球了 我真的是一球迷,我一直看 这两天,我基本上就是场场不辣 威尔士对美国那场,我是懵得懵得的 睡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睡一会儿看 完了,法国对澳大利亚呢,是最后一会儿没看 但是到2比0,我全在看 这个节目,今天不是完全世界杯啊 但是,太别丢人,阿克宁 我没想到,阿克宁输给了沙特 很多人说,东哥你还高兴才对啊 那个,我们亚洲球队终于战胜了世界一流强队 冠军的夺冠大热门,阿根宁 我呢,这人啊,我是稍微有一点点小的偏见和小的一个扭论啊 就是,我不太是认为这个,沙特呀,伊朗什么的 就是我们这边了什么的 我认为,代表着亚洲或者代表我们黄中人的呢 就是,中国呀,韩国,日本,中国没进去的话,我就看日本和韩国 我为日本和韩国加油,同样是一个种族的人 可以说,可是你说都算一个国家人了 因为都是黄中人嘛,一阴淡水 我觉得凭什么人家韩国人能赢的,咱们赢不了 凭什么人家日本人能赢的,咱们赢不了 这让我特别的纠结 但是我看小土在,韩国,日本,你们可以看一下 全在死亡之组 你看日本最狠,卧槽,葡萄,那个 西班牙,德国跟日本,你说日本怎么出现 那边是乌拉圭跟葡萄牙跟韩国,韩国怎么出现 所以我中心的啊,在这里我中心的住院,韩国,日本 有一个能出现的中心的住院 行了,看完世界杯了 大家从世界杯就可以联想好多 从开幕式看到现在的比赛,有戴口罩了吗 我他妈的本以为连 怎么着有工作人员戴口罩吧 怎么着球童得戴口罩吧 都他妈不戴 都他妈不戴 唯一几个中国球迷也不戴 但那几个中国球迷我高度怀疑是公派过去的 而不是私自过去的 咱们出不了国呀 从这边呢 我从这个口罩呢 就看到了这个 就想到梁老师 梁老师做了几期世界杯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在就是目前的大部分的朋友们 确实比我要很少就是了解梁老师 我呢 确实比大部分人要更了解梁老师一些 因为我们深入浅出的谈了好多回 梁老师打骨子眼里是喜欢体育 不管是足球武术 梁老师打骨子里就喜欢 之后慢慢的做些社会问题 但是他一出 初期就是做体育起家 梁老师也特别爱看足球 虽然说熬不了那么晚了吧 但是我很高兴看见现在梁老师 所授权和认可的油管的老梁 这个频道来说 说了三七四七了吧 这世界杯 说的真好 从口罩一直说到伊朗 说到说到英格兰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所以我也是呼吁大家 能看一看老梁这个频道油管的 好了我不是说说介绍了王菊吗 很多人又开始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王菊大外宣在那呢 那么我再推出一个大外宣吧 是老梁同志 梁洪达同志 他的油管频道叫老梁 大外宣你们也可以看 既我推出了王菊之后 你们也可以看 说到这大外宣这事 我还那句话 忍者见诚 就是监制吧 我这样的都说大外宣 你们我觉得觉得就太特别逗了 一句话就问 你们见过全世界 哪个大外宣在国内销声秘迹 我的脸上不了任何平台 我的他妈的视频 上不了任何平台的 你们请你们告诉我 这他妈的大外宣怎么当的 怎么能他们有这样的 我又想到了什么 上期我做个节目 移民节目 我把 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我能信任的公司 推荐给大家 但是我也说得很清楚 我信任的 没有任何合同 我也没有拿任何钱 很多人说 徐晓东拿广告费了吧 我说人家还没给我 还没给我 压根也没有给 我也没要我 我拿你他妈的徐晓东 你干嘛呀 我乐意 我就乐意帮忙 葡萄牙的那哥们 人家做移民的推荐 有四五个哥们 因为我的推荐 去找人家 成功了 成龙登陆 葡萄牙了 人家感谢我 给我打了一万圈红包 没毛病 没毛病 人来了 人来北京了 来我管理 给我一红包 我特高兴 我特高兴 看是吧 这现金 现金为王 怎么了 很多 徐晓东 你也收下 我高兴 为什么呀 我帮着人 走了 高兴 人家给我一红包 我乐意拿 人家不给你拿呀 你怎么他妈的 人家没信你的话呀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什么 我不签任何合同 我也不拿你们任何广告费 好处费 我都不要 我不要 为什么呀 我是认可你们 比较信任 但是你们有不可告人的人 把我骗了 你们他们这公司 确实不好 那他们有怎么办 人家骂我 所以我什么都说清楚 这些是我目前比较信任 有的我好哥们 有的是姐姐帮过我 有的呢 我们有各种的往来 还有的是 我的微信好友 打过拳头 我的学生 那我能信任 所以给大家推荐出来 这两天有人问 东哥你推荐的 怎么那么贵呀 有没有便宜的 我再说一遍 在我眼里 这种事就是便宜没好货 移民除了结婚 生孩子之外 又是大事 人生的重新开始 能他妈便宜让你走了 所以呢 我说贵点 不怕 只要百分之百能保过 百分之百能把这事干了 就OK 所以我推荐的 公司没有那么便宜的 如果大家想找便宜的 多少几万就想走 十几万就想走 麻烦您 出门又晚 去找别的 就这意思 所以移民这事呢 今天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而且往后 我应该是会 比较少的再推荐了 因为 信任的人 其实没那么多 既然我敢说出来 那这些公司 我觉得大部分就没跑 我知道你们要跟我说嘛 东哥你看秋实那个 就是什么的 所以 我从来不签任何合同 我也看好了这个公司 不做其他的偏门 就做一个正经的移民 而不是物美价廉那种的 明白了吧 我不做那些 所以呢 秋实那个呢 也是我也要注意 同时呢 这秋实呢 现在在青岛 不能出来 但是人也安好 人也安好 也要大家放心 人也安好 好了 后来有几个朋友 也找我 说东哥 你看你做了这个了 移民了 你能不能推荐 推荐我们 原则上 我可以考虑 但是我必须得 任你这个人 要不然大家见面 要不然的话 在微信经常通 要不然的话 网络上经常留言 要不然的话 发些资料给我 要不然 你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我问旁边的人 是不是 百分之百 或者是我认为 百分之百靠谱了 再推荐 就这么简单 后面不好意思 一个小广告 东哥推荐 我说了 现在卖的最好的这些鞋 全世界可以有狗 三十多美金 国内二百来块钱 哎呀 就给爹妈 你听我的 给爹妈点孩子 太舒服了 真的 山基 来来来 来山上 站这这这 快点快点 抬脚 抬脚 快点快点 没毛病吧 东哥不是装逼 这种事没法装逼 特别舒服 我告诉大家 确实好 咕咕走走 忙你的 还有羽绒服 羽绒服没那么多件了 为什么 便宜 二百来块钱 百分之七十的鸭绒 还有那羽绒砍尖 那羽绒砍尖 我推荐 大家爱运动的人 冬天长跑 踢足球 或者户外运动 穿那铠尖 特别舒服 都在后面的广告 不动时间 大家看一眼 不错 还有大闸蟹 给大家着重的推荐 MAT的这些鞋 一共六款 非常舒服 东哥每次给大家推荐 东哥的爸妈妈都有 我都送了 还有我的孩子们 给大家推荐 价格只有阿迪 耐克的三分之一的价格 而且支持全球的邮购 推荐大家 非常舒服 另外就是我们的 MAT的蟹卡 东哥亲自到阳城湖 大家都看见了 我去捞的 那么现在是高满坟黄的时候 希望大家呢 穷素购买 羽绒服不多了 就这一种颜色 这个呢 是过期的羽绒服 百分之七十的鸭绒 百分之七十的鸭绒 才二百来块 人民币才二百来块钱 性价比非常高 之后就是我推荐的 运动的羽绒马甲 运动的后面透气 前面是羽绒 百分之七十的鸭绒 还有休闲的羽绒的砍肩 都是东哥强里推荐的 那么最后呢 还有MAT的朋友们 你们现在有新的国标了 很多朋友们 不喜欢抽那种纯烟的 那么呢 除了这种爆珠的烟嘴 套上去之后 套上去之后 拧开爆珠 效果跟原来的几乎一样 详情 大家可以咨询MAT 扫二维版 我这两天啊 稍微有点感悟 从世界杯那看完之后 我就说 我想啊 回想一下 2010年左右那会儿 2012年呀 1314年什么的 那会儿 12年 11年 10年 经济都特别不错的时候 都是有钱人 移民 为什么 他们要更好的生活档次 想要更好的生活 全球旅游 大别墅 大豪宅 国内呢 有一些不够满足他们了 移民 嗯 我觉得有钱人真好 但是我当不上 我就老老一 北京人 也不算穷 咱是老老师 就算中产吧 因为家里呢有房 完了 所以说呢 也还行 但是现在 我就感觉不一样 前几年是有钱人啊 走了 这些年 不是有钱人走了 这些年呢 是中产 就中等收入人走了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 到国外享福 为什么还要卖了房 把国内的工作 死了 带老婆孩子走 什么原因 是环境 我说的不能太多 就是我觉得 当一个国家 有钱人走的时候 那不是一个 警告的信号 不是 什么都不是 当中产 就是可以说 这个国家的脊梁 中间力量 很多人都要走的时候 我觉得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个社会出了点状况 我身边很多的朋友 都是卖了房 走 必须走 受不了这儿 东哥 你走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再说一遍 这个问题 我不能回答 挺可怕的 因为这个国家 缺了富人 还可以正常的运转 那么中产当走了 这个国家向前的动力 可就越来越弱了 我全世界都可以旅游 但是我一定不会去朝鲜那种地方 看我都不想看 因为我去东北开街边会 我也去过长白山 我也去过那边 我见过 我觉得很悲惨 打小就蒙在鼓里 很可怕 所以 很可怕的地方 旅游我也不会去朝鲜那种地方 实话 今天的视频就是把移民的事再交代一下 你们也别问我走不走了 没意义 我也不回答 别问我为什么 我祝能出去的人一切平安 你说现在 东哥现在是不是过一阵再说 我这个真不敢说 但我知道是很多国家 他的钱都涨了 为什么涨 你们也知道 为什么新加坡现在整家长得最狠 因为新加坡首富 新加坡首富前十 有他妈六个都是华人 还是七个呀 四年内过去的就四个 对 四年内过去的就四个人 俩做医药的 一个做房地产的 一个还得唠的 哎呦 我操 你们想想 所以 不乱说了 不乱说了 北京呢 现在是 从72小时的核酸 变成了48小时 朝阳呢 现在还是24小时 但是呢 我跟我今天就是说嘛 一些比如说 7-11一些地方 有说 跟您打成招呼 我们是48小时核酸 这北京市政府的要求 我是严格 遵照北京市政府的要求去走 我守法公民 但是你私自 涉上24小时 你这是涉嫌 层层加码和违法 我跟他们这么说 我让他们说 那不行 我们这规定 那规定 我说规不规定 我所谓 但是呢 我是守法公民 听国家安排 48小时 我就48小时 你拦着我 我他们也往里走 我今天呢 在做这视频就表个态 别 我小冬胆小 怂 怂 但是我北京人 现在北京市政府 2020年 11月23号 规定 北京市是48小时核酸出入公共场所 我就严格按照这个事情 如果24小时你不让我进的 我大踏步的进进去 我也呼吁北京的老百姓们 遵纪守法 国家要求什么 北京市政府要求他们做什么 谁看把24小时不让进 大量进去 告诉他牛逼就报警 凭什么呀 管老百姓 对不起 对不起 又又又又冲动了 就到这了 你怎么在 后面有广告 东哥的衣服 还有什么眼镜 背包 都是小商品 不是我的货 是人家的 我推荐 为什么 都用过 确实不错 大家可以看看 又他妈的生气啊 这是东哥原创的品牌的衣服 开始上架了 一共呢 有七八款 有衣服 短袖 裤子 短裤 外套 都有 各种颜色 各种形式的 感谢大家呢 订购 左脚 东哥的小店 谢谢大家 现在的几款啊 每一款 只有限量一百件 再过一些时间 会有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款式 都会逐步的给大家发出来 主要还是 让大家因为东哥喜欢 而看这些不同形式的 好玩的衣服 谢谢大家支持 左侧 东哥的小店 请大家呀 扫码 关注 每一季都有不同的新的衣服上线 大小 和有很多 我试穿的几乎都是大码 也有小码 东哥 美国心脏协会 AHA认证 心脏救生员 这是我管理新买的 AED 自动体外出战器 东哥在拳馆 不仅教人打拳 我也一样能够救人 大家可以扫码 咨询购买 我希望 不管是在任何的服务的行业 不管是大型的商场 歌厅啊 拳馆 或者是运动行业 各个 如果有AED 是最好的 以防万一 真能救人一命 大家可以扫码咨询